今天晚上住在杨硕的新平古镇 晚上来古镇上找吃的 这家阿金老菜馆是一个广西的朋友介绍我来吃的 门口摆放着一个布袋盒上笑营四面八方的客人 小店不大,看起来让人感觉非常的舒服 这家店是一对来自吉林的夫妇 这对吉林的夫妇已经来到杨硕有15年多了 他们说东北的气候和经济大环境都没有这边舒服 对东北人能把广西菜在古镇上做的小有名气实在不容易 这个握干是广西的特产水果,特别的甜 那您怎么学的桂林菜啊? 啤酒 啤酒 看人家这个做 然后再给他 对啊,好多本地人都推荐来啊 对啊,好多本地人都推荐来啊 对对对,所以说你看我们这边的公馆的啊 加上这个政策呢,就这么一些 给东北人发扬光大了啊 对对对对 不错 这这边是东北人啊 聊了这么半天,普通话说这么好 我听不懂 他没有那个 通Robita 这里面酿的什么呀? 天罗丝或脂丝都一起继续的 把那肉拿出来那 把那个螺肉全取出了 只取螺头 加上这个猪那个前槽肉 然后再加上配料 给它融到一起 再碎一点 然后再用完的方式方法做 好 你就现在我不知道 你吃到别人家了 这个就叫做甜螺酿 这个是清闷芋头 这个芋头呢 就是选的都是利谱芋头 这就是芋头有三块钱的 有六块钱的 七块钱的 这种芋头的品质 粉面糯 你看一下吧 都是用洋葱啊 对 这个做法是我们 这个不创了 它吃起来又有点脆脆的 就是软糯 先来 你尝一下 好 谢谢啊 这个啤酒鱼 是采用一个 健康鱼 这种鱼 肉质 它嫩嫩 然后没有色 这个鱼子的做法 做出的 都是鲜鱼 尝一下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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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菜是老板送的 看的挺舒服